可是按照现在这条线路 必然要经过这片沼泽区 这可是当地有名的鬼沟啊 钟书记 那可动不动 我们当地老百姓都知道 那鬼沟啊经常闹鬼 早年今天死了不少人呢 水乡同志 你怎么能这么迷信呢 不是封建迷信 他确实死了不少人 既然当地老百姓管他叫鬼沟 那至少可以说明 这个地势很危险吧 钟书记 你看要不咱们绕过鬼沟行不行 那怎么行的 绕开鬼沟得绕这么大一个弯子 人力物力怎么解决 再说了农石也赶不上 现在是困难将来也是困难 你要是不解决 永远是心腹大坏 天亮啊还是谨慎一点吧 钟书记 这搞生产跟打仗是一样的 遇到困难咱不能就退呀 把它解决了不就完了吗 这是生产不是打仗 能避免的损失尽量避免 那您说现在怎么办 改造土壤的任务迫在眉睫 我们现在才拿不出方案来 那怎么行呢 这样吧 过不过鬼沟 咱们投票决定 我赞成 天亮啊 搞建设 可不是凭着一股勇气 就能成功它 在开挖鬼沟 没有制定出可靠的方案之前 我反对 乡村长说赶农时 我觉得有道理 可钟书记说开发鬼沟有危险 我觉得也有道理 那你什么意思 我弃权 不是 这一票反对 一票弃权 一票赞成 那怎么定啊 这样 乔西处理 你说两句 我不是村领导干部 我 你是技术人员嘛 虽然是搞农业的 也算知识分子呀 乔西处理 大胆发表意见 我觉着危险性是存在一些 但也不是不能克服的 我同意萧村长的意见 太好了 二比一 行啊 钟书记 没什么好担心的 你放心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大不了我们谨慎一点 鬼沟能不能按时开发 就决定了咱们的水源 是不是能及时引进来 水源能不能进来 决定着咱们今年啊 究竟能不能种上棉花 只要在这片盐碱地上 咱们种上了棉花 将来就有可能种上庄稷 我们要向大海要地 向老天爷要粮食 鬼沟的成败 再次一举 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 有 大家是 有 出发 还会还会 那 他 哪 你 行 忙着忙 多快点啊 大伙 董琳达 哪找了那么小的铲子啊 你怎么能活小 什么时候才能干完 去换个大点 这铲子小啊 还能挖得动 还能挖得快点 你都挺聪明的 胡椒 胡椒 怎么了 你来回来 喝口开水 辛苦了 这个时候哪有时间喝开水啊 赶紧干活吧 快去 没事的 我跟你说 磨刀不务砍材工 喝水不务挖毁沟啊 要你干活你就干活 听总领导安排 是 领导 是 你拿去喝 我帮你看 这把铲子啊 进入人大 快点 小生哥 您可得加油啊 您可别给咱们孙组长丢脸啊 开玩笑呢 有你说话的时间赶紧干活 我来天才挖这么一点啊 我别聊天了 快点啊 好 你看我这个力量 怎么样 来 咱们拿 来 没事没事 还没有完整土方的小组加把劲啊 干完了就收工 萧村长 咱们这个饭也在地上吃 水也在地上喝 报也不毒了 我看这活是干不完了 这怎么行呢 一个小组才五立方土都干不完 这第一天拉下来以后怎么补上 再说了 这棉庙培议好了 这盒子装不下了 这没地方种怎么行啊 天亮啊 今天是第一天 大家还没有找到挖钩的窍门 我看先收工吧 大家回去互相交流交流 总结一下经验 想办法明天加快进度 好不好 也只能这样吧 啊 好 今天就干到这儿了 收工了 好 好 哎呀 不容易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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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第一天的进度看呢 这速度太慢了 农师肯定赶不上 我打算搞一个劳动竞赛 把大家积极性调动起来 这个我同意啊 劳动竞赛可以搞 但是也不一定能够提高多少效率 因为鬼沟的你呀 又时又年 你一铲子铲起来 有半铲的你都站在铲子上 非常影响进度 打老奖的时候 我们一个班 一天能干出好极势力气 哎呀 那是战士 个个身强力壮的 咱们这儿都是肯民 男女 老少 老弱病财 什么人都有 真不能比 是啊 我也没想到 地图上离鬼沟那么近 实际上干起来这么难 哎呀 那就用生鼠拉呗 这样效率啊 就成倍成倍地往上翻呀 我们养的都是 猪啊羊啊什么的 根本派不上用程 那你跟老乡家借呗 这是个好办法 行 那我呀 一块儿到三九家借牛去 我跟你一块儿去 好 照点紧啊 什么 要借我们家牛 不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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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回去吧 不是 三九 我们真的是碰到难处了 没这牛啊 我们这活儿怎么都干不动 其他的事都可以商量 这件事不行 为什么不接啊 鬼丫头 我知道你们要去看那鬼沟 那鬼沟什么地方啊 从来就是见活人进去 没见活人出来的 三九 我们已经考清楚了 鬼沟啊 因为那一带是沼泽地 所以啊 都有瘴气 这人进去是因为中了瘴气了 哼 我不敢什么瘴气鬼气 反正我们家牛啊 不借 三九 你不能撑我后腿啊 你这个傻丫头 那鬼沟 人进不得 牛就更进不得了 想当年 状元爷张姐 是是是 又来了又来了 你到底借不借 你们爱上哪借上哪借 我不借 那你不借我找谁的呀 程程就咱们家养牛了 我跟你说这牛今天 我必须拉走 瘦了一分一毫 我负责赔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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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合适吧 没事 我们家的事 你甭管啊 不是 这合适吗 没事 没事 三九 那我们走了啊 这傻丫头啊 这傻丫头啊 不是三九不借牛 实在是那鬼谷不能去 爸爸 你小时候 在养过牛吗 爸爸小时候 帮地主养牛啊 养了三头牛 爸爸呀 天天坐在流泵这里头 以后啊 也得向爸爸学习哦 我都不选呢 我找到要开拖拉机 哎 哎 哎 儿子 拖拉机是啥子东西啊 邝老师说 拖拉机不但可以跟地收割 我还可以 你东西可管用了 那拖拉机他胡啥子吃啥子呢 他不是牲口 是机器 是喂柴油的 我儿子太聪明了 长大了吧 肯定比爸爸有出息 小村长 老周 这头牛啊 你可得多费点心啊 这可是咱们所有人的宝贝 小村长 你放心 我保证不让那个牛啊 钓一两标 好 叫叔叔 叔叔好 声音大点 叔叔好 你好 你忙你的吧 哎 好嘞 费点心啊 哎 咱们这 走 来 哎 不是 你赶紧通知战友 今天务必要把这一片 全部搞清楚 啊 看清楚 他们明天 应该就能挖到这一片 这一片 地形咱们不熟悉 刚才在前面 我差点被陷进去 通知大家务必要小心 千万别出事 是 希望明天 雪能够停下来 行 就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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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好 天 好 好 来 来 凤娇 来 凤娇 来 喝口糖水 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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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慢点 我说啊 这个地方很危险的 你一定要小心啊 啊 哎呀 哎呀 你知道危险的 你为什么不去吧 哎呀 我跟你说 萧村长不让我去 他去探那个 什么沼泽地了 说很危险 不让我们跟着 那不好吧 那 那他们 那他们不会有什么事吧 哎呀 不会有事的 萧村长他肯定不会有事的 哎呀 我不喝了 赶紧干活去吧 哎呀 别老实 没有 我给大家送开水 也是干活呀 都不会 大家喝一口马上回去就暖和了 行行行 来来来 跟班 来 喝一口喝一口 哎呀 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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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沈哥 你看 杜叔这比我很危险 你能不能保佑一下大家 啊 去哪儿 跟龙神ダ свast 你能不能乱算 去哪儿 是 我记得 你能站在路上 我要去看 你 小村长 听大伙说 你今天差点线进去 听他们胡说八道 钟书记啊 早就做好了防范措施了 那儿真的很危险是吗 再危险 咱们一打仗危险 鬼都真有鬼啊 你说你一个学科学呢 怎么能够信这种风险迷信呢 可大伙都这么说呀 那你就用你掌握的科学知识 跟大家好好解释解释啊 我是学培植的 水利这方面的知识我也不懂 有鬼没鬼你总该知道吧 行了行了 我现在呢就去给大伙说 说鬼公没有鬼 就算是有鬼 也被小村长做去了 行吧 胡说什么呀 我又不是钟馗 就算是钟馗 也要吃点鸡喝点酒 才有力气捉鬼呀 什么意思呀 来 这什么呀 我给你抱个鸡汤 小小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你 我知道你怕影响不好 我现在就回去 我自己立照 向后转 急不走 可以吧 你回来 我之前 是我态度不好 我没有觉得你态度不好啊 你挺直爽的 我喜欢直爽的人 什么 以后我都听你的 那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现在把二派掌他们下来 我要借花幸福 好好犒劳犒劳他们 一九乘服 看 活 useful 丑 多少 对 我让厨房给你做了点姜汤 你这颗 chính商 你还是给二派长 还有其他价值送去吧 我都送过了 行 那我喝 你衣服我来帮你洗吧 别别别 还是我自己来吧 要不你去帮二派长 他能买你洗吧 肖部连长 有什么考虑我们的 你哪里在啊 谢谢给大家整姜汤 还给我们洗衣服 怎么了 真是个怪人 还真别说 其实我也认为他挺怪的 可经过这么长时间观察 我觉得在女队中 还算他最普适最能干的 是吗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呀 行了 我把衣服拿着 是 教练也好 你们好 你们好 慢点啊 他换你了 哎哎哎 读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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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这是干嘛呀 哭伤着脸 小村长又把乔西出言 给惹生气了 怎么回事啊 小乔知道村长 差点在鬼沟里面出了事 特意去农民家里买了鸡 炖了汤 还买了酒 想说给村长压压惊 结果没想到 小村长他一点也不给面子 他怎么不给面子了 是不是还是 离城 想好好转 开步走 他不止说了这些 他还说让他把战士们 请到家里吃鸡喝酒 你说村长他也太 哎呀 这种事情 我管不了小村长啊 那小乔他 那小乔他 你先选他吃晚饭 我吃过饭以后 我去看你 不不 关键他现在不肯吃饭呢 进去看看 乔霞 周书记来看你了 小乔啊 怎么了 怎么了 周书记 我没事 都挂灯笼了 还没事啊 我先替萧村长 跟你道个歉 周书记 你 哎呀 这个萧天亮啊 真不是个玩意儿 待会我骂他 骂不好 我就走他 周书记 我真没事 你 坐坐坐 坐 小乔啊 我给你泄露个军事机密 干 干 小乔连长 我就知道今天 你肯定会靠上我 为什么 我们这些兄弟跟你出生入死 每次打完胜仗 你不得跟我们喝一杯 对吧 借花献福 知道吗 借花献福 就我那几个零花钱 哪买得起这酒还是鸡啊 不是 瞧就是有点现了花吧 萧连长一天到晚 竟交桃花韵了 来 你再胡说八道这酒 我不让你喝 哎哎哎哎 别瞎到瓶上 别瞎说啊 快去快去 哎 我什么时候能交着桃花韵 啊 我看这有点悬 谁让你长那么难看呢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来干 啊 肖天亮啊跟我认真谈过 他说他在没有完成 把仙剑队带好迎来开垦大部队任务之前 他是不会考虑个人问题的 哎 但是他没有说他不考虑个人问题呀 他也是个有七情六余的人 他只是参加了革命 凡事都要从革命的利益出发去考虑问题 你想想看 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啊 他这个村长能请请我我吗 这会给大家带来什么影响啊 这么说来 萧村长在小强还是有好感的 只是环境不允许不好开口罢了 哈哈 这个不好说 啊 但是作为一个男人 在他往往对一个女人特别生硬的时候 内心却是很喜欢他的 小人呢 你说是不是啊 朱书记说得对 朱书记说得对 耐心点 哦 我是说 你如果对他真有意义的话 老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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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啦 不舒服啊 哎呀 凉了 一身同胆 老伯啊 晚上你给我刮个背哈 没问题 老朱 哎 你去卫生所看下病 这里我来 来的我来吧 这个萧村长一再强调 这个马料我亲自来喂 哎 你是不相信我 我魏成德和你一样 也是放牛娃出身 哎呀 你这个老弟这么说就见外了 我不是不相信你 萧村长哎呀跟你说不清楚 哎 既然你相信我 你就快去看病 啊 萧村长要是怪罪下来 我来承担责任 哎呀 哎呀 老伯 你都懒得休息一天 活了个好意思呢 好了好了 快去看病 快去 哎 那我先去了啊 老伯 你还是跟那个牛喂点水 放心吧 哎老伯 小冬你也给我看着这啊 好了好了 冬冬 回来啊 你好 Beng寻 快点来快点来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老哥 你怎么又磕上了 刚好一点点 你还没好啊 大佬了 我说啊 这样 这样 你坐在马车上来吧 休息一下 这两个肚子都很累 我们要挨述这个阵口 活不动 人比树生重要嘛 对不对 你说你养好了病 你干净回来不是更有劲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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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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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勾上来,勾上来,快一点了,我跟你说,我是最会照顾同志的,快,快,好,各方,那走,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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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给我,哎,牛牛,啊,走吧,走,哎呦,这个牛啊,真是走得慢了,走啊,哎呀,你走快一点,走, 哎呀,你还不走,还得我拖着你是吧,哎呀,真是人不如牲口啊,行,我拖着你走,我还不相信你不走了,哎,你往哪里走啊,这边,这边,走,先把东西,哎,叫小菜,怎么着,你跟老叔话了,当牛官了,啊,当什么牛官啊,我好好教训教训他,都懒,哎呀,他把你牛气的,哎呀,走啊,你还以为自己真是牛官呢,你叫他答应吗,我叫他,肯定答应啊, 你叫他,刘阿三,哎呀,刘阿三,哎呀,你看,他真是不答应,哎呀,太不听话了,这个刘阿三,哎呀,赵小开,快走啊,赵小开,你看他不走啊,走啊,你看,你走,我跟你说啊,我是没上手段,我一上手段,马上就走,哎呀,你上手段让我看,你看啊,哎,哎,听话啊,走,走,哎,你说还,还真管用,走,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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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别跑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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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走 去吧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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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回 布小津 小使人小心 快住手 快住手 嘘 师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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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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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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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抓人 追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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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跑到 你拿来进来吧 救命啊 快快 救命啊 救命啊 我上去 救命啊 救命啊 救救我 快救我 救我 快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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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快救我 来 来 来 别闻动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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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子 救我 打手 救命啊 别闻动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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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吧 不是吧 这球总是 不是吧 你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回事啊 不是吧 你怎么回事啊 不是吧 快走 找个人 救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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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希望再来 来水 还能做兄弟 小挣梁 让我来 天亮哥哥 天亮哥哥 你还会回来吗 当然了 对了 这个啊 送给你 小牟利 你放心 有一天等我们赶走了日本鬼子 哥哥就回来找你们 再见 天亮哥 再见 小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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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我欢歌 richest 给我 申 小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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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蹲下 蹲下 蹲下 快 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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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排长是为救人应用牺牲的 我一定负责为他建功 我们要向他好好学习 继续完成他留下的任务 是 你也完成任务 我们也为二排长 举办一个隆重的葬礼 你理解去购买官奋 明天新人村全体攻击一天 是 这不看得怎么样啊 这又要来见什么啊 这怎么不说话了 这么哑巴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先离几个专家 不是也想了不少办法吗 是 走 去做点善后工作 是应该看看萧村长 重要的是先安定人心 我先安定人心 小开啊 今天那萧村长和二白长 为了救你 这小命就没了 吓死人了 捡了一条命啊 话又说回来呢 大胆不死 必有后福 什么后福啊 这二排长为了救他 命都没了 接下来啊 还处理你了 你 你不要怕 那你也是因为想照顾朱友军 才跟他马车换牛车的呀 这牛发了疯 关你什么事 关不关 至少也有三分责任 你就不要再吓他了 你看他都被吓成什么样了 你也忍心 再说了 关不关他的事 也不由你说的算吧 那你说了算 应该由事实说的算 事实是怎么样 就应该是什么样嘛 不由事实说的 不要说了 不要说了 那个那个 高中想给周叔记来了 都得猴头啊 猴头去 都得猴头 猴头去 都得猴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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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不用不 不用 快点 快点 你别 大家都在啊 周叔姐 周叔姐 说话 有什么事 你别说了 你出事 回来 去 你出事 然后 也不能怪他 这样吧 等他回来以后 你们转告他 告诉他不要有什么顾虑 好吧 没事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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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死就好 没 东叔记我错了 好 钟叔记 睡了 好不容易睡着了 真情绪一直不满定 我给他吃了两瓶还没药 你们辛苦了 你们歇着吧 这一夜我来的 不用了 钟叔记 你回去歇着吧 还是我们来陪着他 这还有我呢 要不然他起来看见您 又要激动了 钟叔记 要我看 还是让他们俩陪着他吧 那好吧 你们又要辛苦一夜了 秀村长醒了以后啊 你们告诉他 就说我从县上已经赶回来了 一切事情有我在安排 请他放心休养 好 那辛苦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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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醒了 安排场的事 安排好了 你放心吧 都已经安排好了 中书记回了吗 他昨天就回来 来看过你 见你睡着了 就没有惊动了 你为什么不叫醒我 是中书记不让的 他千听万处 要让你好好休息 我想看看他 我想看看他 是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伙认长 等你当了飞行员 可别忘了咱们这方一起出生如此的兄弟 你放心吧 等我当了飞行员啊 第一件事就是把连里的兄弟一个一个大到天上拽一身上 睡得长了 我什么时候能这样做 看不看这有点血 谁让你脚这么难看 屁股 我的屁股 二排长 都是我的错 我没能 把你给救出来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白白牺牲 我会留下来 完成你未完的事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排长 原来我一直觉得 人活在世上 就是为了自己 现在我发现 我错了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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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谢谢你 我 我没有打算回山海 我也没有打算离开新人村 当时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 是我点着名让二排长跟着我来的 他跟我一样都是孤儿 没有亲人给他扫墓 我就是他的亲人 为了二排长 我一定会留下 留在新人村 为了庆明的时候 我给他上坟 我只是希望 你把这份报告交给周局长 这个村长我真的干不了 除了村长之外 让我干什么都行 萧天亮董事 谁都不是生下来就干这个的 搞建设 这本来就是摆在我们共产党人面前 一个新的课题 为什么不允许犯错误 改了就行了吗 动不动就打退堂鼓 扔刷帽 朱书记 你就别逼我了行吗 我改 我怎么改 我再怎么改 二排长能够活过来吗 我萧天亮要有几斤几两 我自己清楚 你就跟周局长说吧 反正这个村长 我是干不了 我要打电话 给上海汇报这里的一切情况 包括你现在的精神壮胆 你别忘了 上交我的请调报告 小真人 小队梁 别哭我这儿 这个送给你 小茉莉 你放心 有一天都我们赶走了日本鬼子 哥哥就回来找你们 天亮哥哥 你真的杀完八个鬼子吗 天亮哥哥你真棒 抓了这么多的鱼 行了 天亮哥哥拿回去 送给你吃 好 小茉莉 你放心 有一天都我们赶走了日本鬼子 哥哥就回来找你们 再见 天亮哥 再见 小茉莉 小茉莉 你怎么着想 你是在叫我吗 对 我是在叫你 哪天我从鬼沟被救出来 是你为我做的人工呼吸 我隐隐约约中 看到了你那条项链 还有上面那个坠子 那是我送给你的 小茉莉 你能告诉我 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 究竟是什么事情 让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像你们这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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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告诉我吗 我想你认错人了 我是董玲娜 我不认识你说的什么小茉莉 那你能不能把项链 拿出来给我看看 我说你认错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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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出来呀 我没有你说的这个东西 我没有你说的这个东西 小村长 董玲娜怎么了 乔西书录 你平时注意没有 董玲娜有一个项链 上面挂了一个子弹做的轿子 没有 小村长 不过任医生跟我说 你身上有伤 要卧床休息 我这点伤算什么呀 没什么大碍 我听村民说 你好像被割职了 是真的啊 什么叫听说呀 是我自己割我自己的职 为什么呀 鬼狗的事情是我提出来的 二排长的死必须由我负责 这不是你的错呀 我是村长 怪不得任医生说 你是那种会把心里的爱 看成比自己生命还要重要的人 在这件事情上 我看到了这一点 他还说 要是谁 有幸能成为你的老婆 你肯定会爱他爱到死的 人死了还能爱吗 小莫莉 你是在叫我吗 对 我是在叫你 我一约约约中 看到了你那条项链 还有上面那个坠子 那是我送给你的 天亮哥哥 你还会回来吗 小莫莉 你放心 有一天等我们赶走了日本鬼子 哥哥就回来找你了 是 是 是 你 你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衣服披上 把衣服披上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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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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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啊 孝孟 孝孟 孝村长 你们就别干了 你再这样下去会出事的 失去一个兄弟姐妹是很伤心 可有更多的兄弟姐妹需要你去照顾 况且二排长的死又不全是你的错 你这样做对得起牺牲的二排长 这样的一看 二排长 对不起你 小村长 小村长 天亮 村长 小村长 小村长 你怎么了 小村长 你怎么了 瞧瞧 周书记 你干嘛去 洗衣服 那我帮你洗呗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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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 我看二排长的事情对萧村长的打击很大 情绪也很低落 我有个建议 那好啊 你说 是这样的 过两天呢我要回上海看种子 我想让萧村长 我想让萧村长跟我一块儿去 借此机会也让他好好地散散心 如果有机会碰到陈老总 让陈老总开导开导他几句 说不定他的情绪就转过来了呢 这恐怕 这恐怕不好吧 萧天亮啊 那是从战火硝烟风风雨雨当中闯过来的 我相信他会度过这次难关 不过乔霞啊 你现在成熟多了 不像刚来的时候学生气那么重 是吗 直到站在别人的立场上 听别人着想了 是吗 还有别的事吗 没事了 那我先过去 好好好 哎 萧天亮 你脚上的伤还没好 身体还没恢复 不能这么死灵感 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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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商量个事 有什么事 你找高村长商量 我已经把咱们这儿的情况 跟周记长汇报了 他答应尽快派曾源力量过来 他批没批我的报告啊 没批 为什么 因为我没送 你凭什么压着我的报告不送啊 因为我不同意 好 你不同意 我自己找他说去 高水箱在哪儿呢 去世线 明明要说 你怎么会本人有 开灵感 是吧 什么 你怎么可能不出手 你怎么办 你就别吃不吃 你就不是我的青蛮生女啊 我也不会再闹了 三兄 你到底来干啥了 我还来干活呢 是这样的 你们把牛还回来以后呢 我就想了 这牛四爷死了 你叫我们自己吃吧 你说我们能腌得下去吗 但是要把它埋了呢 又怪可惜的 你说 我就想啊 干脆 剥了皮 拿到即时卖了 也能换点钱 是吗 对 没问题 我就找了个杀牛的来 结果你猜怎么着了 咋了 这杀牛的 从牛肚子里掏出了一把羊钉 啥 羊钉 是羊钉 把牛的肚子给戳破了 这牛才疯跑的 张书记 江村长 有敌情 这包羊钉啊 这是在牛肚子里发现的 是吧 是 是 这肯定是 有人故意要搞破坏 学乡同志 你把朱友庆找来 我们好好问问 好 张书记 朱友庆 来了 老朱啊 来来 先坐 老朱 我问你 这些羊钉 究竟是谁喂个牛吃的 我 我 我们家牛啊 没那么傻 喂它羊钉 它不会吃的 肯定是有人把它掺和在炒料里了 你话不能够说 每次我喂牛喂妈的时候 这个死了 我都夺得随随的呀 要是羊钉活在一头 我死能看得到你的妈 老朱 老朱 在牛出事头一天 是不是你喂的牛 对啊 那天老伟 喂成德来过 那天我感冒了 肯定是老伙的很 老伟帮我喂的牛 老朱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这种事情必须得亲自做 我跟他说过了 老伟说的 要是除了死他负责人 老朱啊 不是 除了喂成德 你觉得还有什么人可疑吗 不得了 那你先回去吧 哎 这样 你好好想想 看还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你过来告诉我们 另外对这件事情要保密 不要对任何人讲 要对 好 你对这件事怎么看呢 难道这魏成德 真的有问题 很难说呀 可我不这么看 如果他真的是一个老牌特务的话 不应该做他们点小事 应该有更大的任务才对 一切结论 都得等调查清楚以后 才能得出 这次 又是我失责了 还想打退坛股吗 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 我辞职不是要逃避责任 是要承担责任 你可是陈老总亲自点的剑 你更应该明白 你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对敌斗争 这条线 我们要倍加小心的 二排长不能白死 耕牛不能白死 现在虽然新的目标出现了 可我们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 所以这是一把双刃剑哪 你肩上的单子不轻啊 我还有水香同志 谁都替代不了你 一定是你干的 是你把杨丁放进草料里 是你害死了二排长 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又冤枉我了 我冤枉你 从朱小冬到盘宁溪里 一直都有你的影子 你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你真的只是为了 帮我追查杀复仇人吗 你以为这个世界上 什么事情 都是你我能够决定的 你别把自己摘得太干净 其实你也脱不了干系 我脱不了什么干系 你不告诉我 买叛逆经理的事 他们怎么可能 买到假的叛逆经理 那我上次问你 你为什么不承问 你想得太天真了 瞧瞧 我们俩现在是一条船上的 你想下船 来不及了 晚了 这是在威胁我吗 不是 我是要你面对现实 回去好好想想 尊杀杀复仇人 那才是大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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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天长 走 老朱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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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你个事 你有没有想过那件事 究竟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如果我们一天把那个草剁得很碎 加上金丝料 牛吃了没有问题啊 这 小村长 你不会怀疑我吗 我朱友勤大事也不做 不做那种伤天海里的事情 小 杨处 除了你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人值得怀疑 老鬼他不会做这种事吗 除了魏承德 还有没有其他人 那你再回忆一下 在出事前一天 你有没有离开过牛 头一天 我出去饿了怕尿 就一小会儿 大概多长时间 半竹香的时间嘛 半竹香的时间 你别把自己摘得太干净 其实 你也多不了干系 我们俩现在是一条船上 你想下船 排不及了 晚了 姑父 我一直把他当成唯一能倾诉的人 但他一而再 再而三地利用我 我还能再相信他吗 我应该向萧天亮汇报吗 父亲到底是谁杀的 爸爸 您在天有灵 可否告诉我 我到底该怎么办 我应该怎么办 老輝啊 听说了吗 听说了吗 那耕牛是被害死的 你相信是朱友星干的吗 鬼才相信 我听说 出事的前天晚上 你主动提出来 要去喂牛 有点事 怎么了 你不觉得 这事你是很值得怀疑的 怀疑谁 怀疑谁 你说是谁干的 反正不是我 打人了 给他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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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跟发 要说干活还是你卖力气 回头我给你搞点开水喝喝 后老大 后老大 什么事情啊 什么事啊 后老大 什么事情啊 我正在办 正在办 小儿子交给你三点时间 白白找不到 你看我怎么弄死你 你放心 你洪老大交代的事情 我肯定是能去办的 你放心 这白粉哪里那么容易去搞的 这做事情太没有分寸了 哎呀 完了完了完了 漏水了 可惜了 天亮啊 你可以怀疑魏成德 也可以怀疑叶大坤 但是证据呢 他们后边的人是谁啊 所以周局长指示我们 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这是对的 众书记 我要跟您说件事 啊 你说 您还记得 反扫荡的时候 我受伤晕死过去 你把我送到老乡家养伤吗 当然记得啊 那个董大爷是当地有名的土郎中啊 那您还记得 他们家那个小茉莉吗 小茉莉 哦 董大爷的孙女 好像还有点印象 董丽娜 就是小茉莉 你没想到吧 我也没想到 董丽娜就是小茉莉 你怎么认出她来的 首先她姓董 而且她还有那边的口音 我记得我养好伤之后 离开他们家的时候 我曾经拿一个子弹 做了一个轿子送给她 后来她拿这个轿子 做了一个项链的一个挂针 就一直挂在自己身上 那她认出你来了吗 我估计她从一开始就认出来了 你想啊 我的变化不会太大呀 但是她就不一样了 她从一个十一二岁的姑娘 突然变成了一个 二十多岁的一个女人了 变化实在是太大 那她为什么不认你呢 我也想不通啊 她不仅是不认我 她连她自己都不认 那天我去认她 她失口否认 说她自己不是小茉莉 这就奇怪了 你没有认错 我相信我的感觉 肯定没错 而且我敢肯定 如果有一天 她能够认我认自己 对我们破这个案子 肯定有帮助 董丽娜 似乎一直是 极特关心的对象 我现在就是但愿 她千万别是他们的人 从种种情况来看 可能性不大 可从理论上说 什么可能都会发生的 我一直在告诫我自己 千万不要因为感情 而影响了自己的理性 在这方面 您得监督我 他就得监督我 有反应呢 我你会听解决 别难为大佬 我知道这东西难找 我我要找到他 你会先吃饭 我先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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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吃饭 быстро 咦 咦 吵 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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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人来是有限度的啊 做事情怎么那么没有分寸啊 太可惜了 你到底有什么话你快点说呀 你说红葵这个事情我该怎么办啊 你能不能把红葵弄到那些东西啊 我要在上海的话我还能想想办法 我在这个地方我找鬼去啊 那你当初为什么不一口回绝他呢 我不是想应付一下吗 应付应付就应付过去了 结果没想到他越闭越紧 今天跟我说三天之内 我要是搞不到的话 小命就没了 红葵这个王八蛋 逼急的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那那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啊 那还只有一个 天爺和大便不当作 我先知道 有题 你 小茉莉 你怎么了 不舒服 你怎么老是躲着我呀 小村长 你认错人了 不可能 那个子弹科做的哨子是我亲手做的 别人不可能有 我一直想回去找你和你 爷爷亲口说声谢谢 我都跟你说过了 你认错人了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到上海去的 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成为 现在这个样子的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可以跟我说呀 你怎么了 不舒服啊 如果不舒服 千万别撑着 赶紧去医务室找任医生 开点药回去休息 行了 劳动竞赛固然重要 但身体更重要 我们这是改造人的 又不是折磨人的 不管你曾经有怎样的经历 只要从今往后好好学习 重新做人就没有问题 行了 现在赶紧回去休息去 小村长 董灵那怎么了 董灵那怎么了 他有点不舒服 我让他先回去休息去吧 我看你最近挺关心他的 其实我早就认识他 你认识他 你认识他 你认识他